呃,呃,呃 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波轻波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初唐四节第一洛宾王所创作的一首诗 永鹅,呃,呃,呃 弯着脖子对着天空高歌 雪白的身体漂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红色的脚掌滑动着清澈的水波 这首诗是一首赞美白鹅永巫诗 这首诗歌在开头用呃呃呃来模仿白鹅的叫声 表达诗人非常喜欢白鹅 第二句描述了白鹅伸长脖子仰头高声唱歌的场景 用了一个曲字,把白鹅伸长脖子 仰头高声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这里用了女人的手法 把白鹅的叫声比拟成唱歌 让白鹅给人感觉就像一个有思想的意志的生物 它不是低声哀叹 也不是看着周围的景色 而是朝着蓝天高声歌唱 好像它有非常远大的志向和向往 接下来的几句描述了白鹅在水中游玩的情景 这首诗还用了很多生动的词语 比如白毛 红掌 绿水 以及青波 这边用了排比和对比的手法表现了白鹅的形象美 同时 用符 波等动词 表现了白鹅在水中的动态美 这首诗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白鹅玩水的情景 将听觉 视觉 静态 和动态 以及音声 和色彩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除了描绘白鹅的形态美之外 诗人还通过白鹅 表达出它的情感和精神 利用隐喻的手法 把白鹅比喻成自己 或理想中的人 同时利用白鹅高歌 白毛 红掌等特征表达了作者高尚 豪迈 和向上的品格 这首诗 不仅仅是一首勇物诗 也是一首抒情诗 反映了诗人对生活 和未来的热爱 和向往 相传 这首诗是洛宾王七岁时创作的 当时 他住在义乌县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 村外有一口叫洛家堂的池塘 每年穿天 池塘边上的柳絮 随风漂浮 清澈的水中 游着一群可爱的白鹅 景色特别美丽 有一天 来了一个客人 看到小洛宾王的面容清秀 聪明伶俐 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小洛宾王都能轻松应答 这让那位客人非常吃惊 然后 那位客人又带着小洛宾王来到了洛家堂 看到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游来游去 这时 那位客人突然有一个坏主意 他有意的想考考小洛宾王 于是指着池中白鹅 让小洛宾王写一首诗来形容他们 小洛宾王思考了一会儿后 写下了这首 让他在同年就展现了文学天赋 后来被誉为经典名片的成名作 永儿 这边再补充一个小知识 洛宾王他并不是王爷哦 他仍旧姓洛 明兵王 自观光 他七岁能师 是当时的有名的神童 长大后的他也与王伯 杨九 如赵林三人可称为出唐四杰 相传 他的名字是他的阿公起的 取自易经 也就是周易 三易之一 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之一 其他两部叫连山和龟藏 而洛宾王的名字 就是来源于周易里 观挂中的一句话 观国之光 利用兵渝王 他的意思就是 官养王朝的光辉圣志 利于成为君王的贵宾 他的阿公为他取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洛宾王 可以成为王侯的座上宾客 光宗亚祖 洛宾王也没让他的阿公失望 在七岁时写下的这首《勇额》 就已经可以算是光宗亚祖了 因为谁会相信 这首诗竟然是出自一位七岁的小朋友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咯 我现在去那边 今天我们下一个月 我们下一个月